關心的是這起隨機搶劫案 在四號清晨五點多 台北車站附近的巷弄裡頭 發生了搶劫案 嫌犯當時是騎機車 向前攔住被害人 還拿出力氣威脅對方 說要交出值錢的財務 那雙方對峙之後 嫌犯刑搶得手一萬元 另外還有手機證件等等 都搶劫一空 隨後呢是騎車逃離現場 而警方一路追查 發現說嫌犯棄車逃逸 而且事後呢還搭乘計程車 不斷的製造斷點 但是警方現在擴大調閱監視器之後 也在四個小時之後 就將人逮回偵訊 疑似是還有其他的共犯 並且將依搶劫 還有竊盜罪移送法辦 廚師剛吃完早餐 走在路上光天化日之下 後方竄出一名南極士 竟然持利器大喊搶劫 廚師被嚇得倒退好幾步 但其實人不罷休 雙方在現場僵持 廚師才趕緊交出身上所有錢財 邪犯隨即揚長而去 事發地點就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巷弄 這裡人車和商店都很多 嫌犯竟然騎著髒車大膽搶劫 事件就發生在四號凌晨五點多 交通樞紐的台北車站 竟發生當街搶劫 張信嫌犯當時在城的路一段巷弄 行搶一萬元騎著摩托車到附近汽車逃逸後 在改搭計程車徘徊北車疑似想製造斷點 後續有共犯馬上現身接應 但一夥人逃到萬華區的桂林路 還是被警方帶個正著 警方掌握嫌犯行程的機車 是新北三峽區的失竊車輛 是否早就預謀切車搶劫 再加上疑似還有共犯 警方還要調查釐清 只是人在座天在看 不只鬧虛公然心搶 釋放現場旁邊還有聲響 敢大膽在神明面前做壞事 想逃門都沒有 華視新聞李宏杰校售台北報導